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策问题 哪些方面的决策影响了企业的一种东西 或者市场因素影响了企业毛利率的变化 我在这一节课的开始 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企业的案例情况 我们曾经在前面讲过 现在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复习性的提示 长安汽车从2016年到2018年连续三年里边 核心利润都不占营业利润的主体地位 简单地说 核心利润不能支持企业的营业利润的规模 它扯后腿的可能性 多于做正能量贡献的可能性 尽管它的营业额在780多亿前年 去年800亿 今年2018年662亿 据说2019年上半年年报 这公司亏损了 那我们说 这个企业 从它的整个盈利能力下降的态势来看 毛利额的贡献 毛利率的贡献不多 或者不够 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说你怎么看这个呢 你怎么看这个呢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它的毛利率是不高的 那问题来了 张老师布置的作业是 这个背后有没有决策的因素 说是不是这个长安汽车 就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薄利多销的一种态势 去参与到市场里面去竞争呢 张老师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我不能做出评价 但是我能够评价的是什么 我能够评价的是 这个企业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再长的信息我没有找到 或者我没有采集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 这个企业 它的固定资产 净值出现了长足的进步 或长足的发展 过去三年是什么情况 2016年年底是154亿 2017年年底是190亿 2018年年底是221亿 我们马上看这个问题 固定资产原值增加这么多 我们虽然现在简单的看不到 但实际上它的净值 应该是不断减少的 如果原值不变 现在净值增加这么多 它的原值增加是更多的 这我们原来讲 早就提示过 说为什么这个企业 有这么多的固定资产 增长的态势呢 我提示大家看一下 再建工程 再建工程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 是38亿 2017年年底是32亿 2018年年底53亿 天哪吓死人了 固定资产 原值在疯狂的增长 再建工程在疯狂的增长 你看每年都是这样一种投入 可以预期 2018年年底的再建工程 将迅速转化为固定资产的原值 与固定资产原值 变化 增长迅猛 相对应的是 营业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下降 什么问题 企业的毛利率并不高 什么问题 企业的固定资产 大量闲置 大量得不到充分利用 或企业固定资产 大量的 可能建造成本过高 导致企业的固定资产 不能得到充分的使用 那这是什么问题呢 固定资产建设 请大家一定注意 固定资产建设 一定是一个决策导致的 所以你买一个苹果 吃一顿饭 这不是大决策 真正大的决策 一定是改变你的固定资产的 规模 结构 改变你的生产能力的 这种决策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 毛利率下降 在整个的各种因素里边 如果分析的话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固定资产决策 可能助推了 企业的毛利率下降 未来可能走的是更难 为什么 因为你的固定资产 落坐下来了 而汽车生产企业的固定资产 大量的是专用性的固定资产 不是通用的 不是谁都能用的 所以这些固定资产 慢慢看吧 我觉得在不远的将来 可能会变成不良资产 资产减值 最后导致企业亏损 这是一个分享给大家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 你看到企业的毛利率下降的时候 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这个少了 所以利润少了 不是 更多的你应该考虑到的是什么 你应该考虑到的更多的是这个企业 他的这种决策 对他的一种促进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可以具体分析 这节目呢 我们讲一讲销售费用 那我们说一个企业 销售费用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随便说 这个情况 大家看一下 贵州茅台的销售费用率 大家看这个情况 2018年 贵州茅台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是771亿 结果他的销售费用 只有 我用只有来说 只有25亿 到了2017年 我往前说 2017年 他的营业收入是610亿 2017年 他的销售费用是29亿 还稍微高一些 那么前年2016年 只有16亿 他的营业收入是380多亿 有同学说不对呀 不对呀 说这个茅台才16亿 20多亿呀 销售费用额相当低 不多 说我们一坐飞机 那飞机呢就一定有 我是坐这个国航南航 你看 就茅台有的广告是挺多的 经常看到茅台有的广告 这个广告加在一起 恐怕比十几亿 二十几亿要高啊 这是一个企业 再看隔离电器 再看隔离电器 他的营业收入 前年1100亿 2016年1100亿 2017年1500亿 2018年2000亿 他的销售费用啊 你看1100亿的时候 销售费用164亿 1500亿的时候 销售费用166亿 没什么关系 但大家会想 这空调销售 可不是那汽油销售啊 汽油销售 一个通知就涨钱了 一个通知就降价了 那个东西不用打广告啊 对吧 不用营销努力啊 只要有通知就行了 但是背后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清楚 但他肯定跟广告没关系 跟营销努力没关系 跟通知有关系 跟想什么时候 长的决定机制有关系 结果到了2018年 到2000亿的时候 他的销售费用只有 我用只有来说 188亿 增加了500亿的营业收入 结果他的销售费用 只增加了20多亿 这个22亿嘛 这个怎么看 茅台是那样的 格力是这样的 长安汽车呢 他的销售费用一手高一手低 但基本上在50亿左右 就是2017年39亿 50亿左右 那么我们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 这三个是不同行业 这么比是不合适的 一个是茅台酒 一个是格力电器 一个是长安汽车 他们之间是不可比的 他们如果真比的话 长安汽车可以跟长城跟上海 对吧 但是你不能跟空调去比 但是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情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思考 这个销售费用 跟营业收入之间 它到底背后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好了 我们现在接着讲 我们刚才看了好多数据了 现在就跟大家讲一讲 我的思考 这个在2007年 2006年的时候 大概这个时间 我那个时候在格力电器 做独立董事 董文章总裁 我们有一次聊到 董董跟我说呢 他说很多记者乱写 说怎么乱写呢 他说我格力电器 销售费用造假 他怎么算的呢 说格力电器的广告 比如说在各个卫视 像江西卫视 各种卫视电视台里面 大量的广告 都有格力电器 中国电视台也都做 广告很多 这就是一个价格 因为电视台里面 广告是有价格 能看到的 另外商场里面 马路边上 大量的格力电器的广告 机场 对吧 说加在一块 总比你报表里面的数字高 这是这么高的一个数字 你格力电器报表里面 没有销售费用啊 你造假了 总比说他们不知道我的销售模式的问题 请大家注意了 这个销售模式跟销售费用 营销模式跟销售费用之间 有很大的是不一样的呀 你想一想大家注意 有的时候那报纸是免费的 有没有大家读过免费的报纸啊 免费的报纸卖报纸的那个机构 它能亏吗 亏不了 怎么回事呢 它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来解决它 卖报纸的这个不要钱的问题 所以它这个跟营销模式有很大的一种联系 当然现在营销模式花样翻新 特别多 我只是跟大家讲 说格力的营销模式 在那个时间里面 它采用的是经销商销售 很多广告 它是格力电器给它模板 那些广告是经销商做的 谁卖格力空调 谁去做广告 而不是格力电器自己做广告 但是呢 你说我的统一管理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营销模式跟销售费用 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这是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问题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 销售费用和销售费用率 它的竞争力问题 我没有比较啊 比如说茅台的销售费用率 这个五粮业的销售费用率 这个图盘大区等等 他们的这个销售费用率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销售费用率 一定跟竞争力有关系 说九相不八相得深 就茅台这个问题 他也做广告 但是他不做广告 大家只要他保持这种品质 大家一定是买的 这是什么问题 它的市场竞争力 品牌美余度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销售费用率 销售费用额 与企业对销售活动的管理 有密切关系 实际上销售费用的规模 和销售费用率 反映了企业 在销售方面的努力 这个销售费用是努力的状况 销售费用率是这种效应 和效果的概念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 销售费用率的变化 销售规模的变化 销售费用规模的变化 它可能意味着企业 在销售方面的一种 不同的努力 以及努力的成效问题 那么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销售费用率 跟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的问题 不管你怎么说模式 不管你怎么说 这样的一种状况 我特别明显的 现在我就想到了 有一次对话栏目 对话栏目 就讨论格力的营销问题 下面对话 董明珠跟主持人对话 下面有一些专家 其中有一个专家呢 就跟董明珠说了 你的销售模式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你是反进步的 等等等等 黄光玉他们的国美 也是更先进的等等 董明珠回应 说你这个专家的文章 我总看 看对我启发非常大 最大的启发 就是要跳开 你们讲的这些东西 来看营销 你们讲模式 我讲硬道理 硬道理是什么 只要能够销售的出去 就是好的模式 就是硬道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任何的模式 你任何的这种 这个这个讲的理念 一定要解决一个产品 最后一公里 把它卖掉的问题 所以销售费用率 如果过高的话 你再怎么讲 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 也是低的 这节课呢 我们讲了讲 销售费用和销售费用率的问题 最后也是给大家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作业吧 就是你关注一个企业 看一下这个企业 销售费用和销售费用率 与企业综合竞争力 之间的一种关系 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儿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谢谢